玉里镇公所在2015年办理过部落小旅行后 今年重启炉灶 分别办理了两场次的 玉里风土魅力小旅行陪力课程 带领有意愿受训的六个社区协会 以及十一家业者进行为期两天的企划力工作坊 几经分组脑力激荡下 初步提出七个具有玉里镇风土魅力的游城 代理镇长詹秀冲表示 也将进一步合作推办 提振玉里镇的观光产业 玉里风土魅力小旅行陪力课程第二场次 由于受训的玉里镇内六个社区发展行为干部 以及十一家业者共30多人 以地区分组在讲师洪振宇的指导带领 进行一整天动静态的企划力工作坊 我觉得玉里就可以玩三天四天 然后各种味道 比如说193县道的风景 跟台九县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河东跟河西 那如果我们让它这两条线都有 两条线各个点串连 我觉得它就会有 玉里镇两条路线的深度行程 那我觉得很值得期待 2015年曾推办过部落小旅行的玉里镇公所 今年不仅重启卢照 规模范围更不局限于部落 而参与企划赔力的社区协会干部或业者 依照了所在区域的资源特色 透过讨论规划在地游城 并且当场简报说明挑战性十足 各组别依照区域生活生产生态的特性分别提案半天一天 甚至两天的游城 总共规划出了七个游城提案 而每个游城计划各有千秋令人惊艳 我们希望藉由办活动 也结合我们部落能够把它们 比如说米86 米86啊 还有德武的酒坛酒这些 这些能够展现出来 也协助我们的农民能够推广他们的农作产品 经过两场次动静态的企划陪离训练 各组成员脑里激荡共产出了七个游城 每一组彼此分享游城的成果 并有老师足以讲评游城内容 稍作维修调整 每个游城都令人为之惊艳 代理镇长詹秀聪表示 也将进一步相细规划推办 展现玉璃镇风土魅力 提振小镇的观光产业 记者是玉兰玉璃镇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